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Gentleman 我是今天的嘉宾男调人 今天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专辑和新歌 最近我推出了个个人专辑《九龙蓝调》 全唱片以蓝调为主 所有歌曲都是环绕着《离婚》作为主题 演题作品《九龙蓝调》 还邀请到香港的蓝调教父 Tommy Chong On Sly Guitar 我推出了三个方法 有CD、黑胶和Cassette 大家还可以去Bandcam购买Digital Format 以及所有各大播放平台都听得到 今天就想和大家介绍一下其中一首歌 《那一阶角》 介绍一下它的吉他部分 《那一阶角》这首歌 原本是The Boogie Playboyz 的《即逊往日梦》 它是一首比较轻快的Country歌曲 后来我将它放到自己的专辑中用的时候 就把它改成一首Slow Blues 还在intro和solo加插了一段八个bar的chord progression 现在就讲解一下这个chord progression 和那一段solo 这首歌是A-Key 而这八个bar的chord progression 都是一些很传统的八bar Blues 今天我用的吉他 是这支Dipsunders Paul 1958 Reissue 在我的碟里面 大部分歌曲都主要用它来录 现在就示范一下chord progression 这支Dipsunders 这支Dipsunders 讲完chord就讲Solo了 在这首歌里的Solo部分 我用了一种很特别的Tone去弹 这种Tone就叫做Out of Phase 你看到那支吉他的Pick Up 是倒转了妆 其实我是想模仿一个用Out of Phase 很出名的吉他手 它就是Peter Green 当这个Select拍到中间的时候 两支Pick Up加上 就会产生了这种Out of Phase的Tone 这段Solo我主要分了两部分去弹 前半部我用了BB Box Scale弹 它主要是由Major Panatonic组成 而后半部是用了Major Panatonic去弹 在首歌里面第一句是这样弹 而在Blues里面 我们通常会做一些Call and Respond的东西 所以第二句我就会Response第一句 我就这样弹 至于第三句就是这样 所有东西都是Rethin在BB Box里面发生的 来到第四个Bar 我就开始尝试冲出BB Box了 但其实都是Major Panatonic 和会加插少许Major Panatonic 和加插少许Major Panatonic 混合其中 我就这样弹了 来到Solo后半部和Turn Around 我主要是用Major Panatonic去弹 跟刚才一样 都会经常将Major Panatonic和Major Panatonic 互换 我会将Solo移到低音的部分 去完成它 谢谢大家 ит啊 非常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先看 我们不想介绍一下 1. 彈布 在Blues上面还有点心得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即是Time 在Blues吉他上我们很少谈到一些东西很齐齐齐很准确的 通常都会有些Layback或者堕板 尤其是Slow Blues的发挥空间又更加大 这件事可以令到Blues Feeling更加强烈 在刚才我段Solo的示范上大家都可能会留意得到 接着就是Bending 在Bending上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它的速度和深度 就像一个这样的Bending 你可以Bending得快些或者慢些 或者好像我第一句这样 是Bending 锁上去再Release 再Bending 上去 有很多这些东西可以注意一下 有很多发挥的 接着就是Fibrato 在Blues里面我们会很着重Fibrato 例如BB King 它最出名的就是Butterfly Fibrato 而我在歌曲里我会这样弹 这些会很难弹 有时候Fibrato 会变得到这些操音是不重要的 会增加了它的情感 接着就是Dynamic 意思就是在一组乐句里面 会出现不同大势力度来组成的 千万不要由头到尾都用一个力度去弹 例如是这样 这样是有帮助把这个情感表达得更好 今天就说了这么多 如果大家想听我的音乐 请支持买我的碟 现在可以去In Free Records 或者Old Soul Finals 买到的或者直接contact我都可以 除了有碟之外 还有我的Tea 还有Toe Bag 很多周边产品 大家都可以contact我买的 那些碟子在各大唱片店都应该买得到 就这么多 拜拜